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屁小便 那這個禮拜6月17號呢 台版的活動目前已經出來了喔 那現在在觀眾上面看到總共有12345 5個活動喔 那這裡面有3個是禮包 那我們來一個一個來跟大家 解釋一下這個禮拜的活動有哪些吧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歡慶關舞節的活動喔 那這個活動目前已經來到了第三週 那第三週的話呢 主要是配合這個世界首領 就是下午1點跟晚上9點的世界首領 你只要把這個世界首領打完之後呢 他在世界首領的地圖裡面 他就會出現這個次元裂縫的傳送點 好那要提醒一下 這個活動一樣是60級以上 才可以去接取這個相關的這個任務 好那你只要從這個次元裂縫的傳送點裡面 傳送進去之後呢 然後打在這個次元裂縫裡面打十隻怪物 隨便打你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了 其實以難度來講的話算是非常簡單 但是另外一面呢 就是因為他的時間是固定的 只有兩場會掉而已 所以如果你這個不小心錯過這兩場的話呢 那當天的這個就沒有辦法拿到 那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基本上我們需要十個 每個禮拜最少需要十個這個神秘號碼而已 所以只要一個禮拜之內完成兩天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拿到十個了 好然後再來呢 這個次元裂縫怎麼玩呢 好當我們從這個每天13點跟21點的世界首領結束之後 他會在同一地圖有這個次元裂縫的傳送點嘛 那你傳送進去之後 他會傳送到這個第一階段次元裂縫1 然後呢 再來他總共有三張地圖 可是 你在這裡面打怪的時候 有機會傳送到這個次元裂縫2 然後再來 打這邊打怪有機會傳送到3 好那這個都是機率的 就是每個人都要在裡面打怪 那誰會被傳送呢 這個是機率的 那每個人進去這張地圖呢 最多就是1分鐘 那在這裡面打怪呢 你除了可以完成剛才這個 好當中節的任務之外 你還可以機率拿到這些掉落物 那最後這一階段裡面 有這個克隆的八風特 就是這個複製的八風特 那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拿到這個有機會 英雄防具箱 還有稀有能力戒指箱 那相關的這個道具說明呢 就是寫在下面這邊 大家再自己去參照吧 好那再來 艾保羅太英的這個徽章 這個應該是要來到了最後一周了 現在是第4周 那我們看一下第4周 這邊主要新增的有神秘變身卡 還有神秘娃娃卡的這個 英雄跟傳說 可以這邊製作 然後還有這個奧曼之塔的高級裝備箱 內容呢 寫在下面這裡 然後另外還有受祝福的 三種能力的這個禁甲 都可以去 這個都是有機率製作失敗的 所以大家在製作之前 要看一下 你是不是有這個預算呢 需不需要這些東西 好那這個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 聖地諸魯變身卡 還有傳說中的魔法娃娃卡 這個喔 聖地諸魯卡 我相信大家已經期待很久了 這個 之前改版的時候已經出來很久 但是都沒有出現了 那這一次終於有了 我們先看一下喔 他這兩個組合包呢 都一樣是2000賺 那裡面呢 每一包都可以買4次 這樣子喔 他是以這個賬號來計算 就可以買4次 然後你看喔 2000賺裡面有什麼呢 以這個變身卡來講的話 他有給你聖地諸魯的變身卡箱 好那箱子的話 他從這邊 因為諸魯卡有4張 他是隨機4抽1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呢 敘黑的死亡騎士變身抽卡包 期間喔 這個是11抽 11抽 乘以2 總共可以22抽 那融資聖水10個 變身製作硬幣箱 一個 特別的變身卡製作出 一個 那下面這個魔法娃娃卡呢 他不一樣的就是 他上面這邊當然是 傳說中的魔法娃娃卡箱嘛 這個讓你去抽娃娃的喔 然後再來 不死鳥魔法娃娃抽卡包 也是22抽 好 就有兩包 總共是22抽 那再來束不聖水大的 這個是1000點 那魔法娃製作硬幣箱 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你是開變身箱的話 我們剛說4抽1嘛 這種諸如系列的4抽1 那如果你是開這種 魔法娃娃的這種 抽卡箱的話呢 他是有機會抽到 不同等級的這個 魔法娃娃的 那最低的話當然是這個 高級的喔 有機會抽到這個 美人與雅力安喔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歡這個 好 反而希望拿到這個 上面隨機一個這樣 然後再來 變身硬幣跟娃娃硬幣喔 這兩個東西都可以抽1到50萬喔 隨機這個不等喔 1到50萬這樣子 然後去黑的死亡騎士 還有不死鳥娃娃抽卡呢 這個都可以抽一般到傳說的 好 那他說乘以11嘛 但是給你兩包 所以呢 就是你買一包的話就是 22抽這樣子 買一包就22抽 然後再來 特別的變身卡製作書 還有特別娃娃卡的製作書呢 他可以製作的道具 製作的這個變身 跟娃騎在這邊 好 那變身的部分有這個 黑死騎還有兔子少女 娃娃的部分呢 有不死鳥跟這個大小馬幽 好 那相關的這個數量 相關的數量顯示在這邊 你要這個兔子少女的話 就是要兩個製作證書 好 那大小馬幽的話也是兩個 那不死鳥跟這個去黑死騎呢 需要四個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這個禮包的這個介紹 那麼在最後一個塔拉斯的燦爛補給箱 這一次終於有送這個 純白萬人藥補給箱了 那這個基本上呢 一樣喔 這個就算是補賺的 那無論如何都不要用iOS買 因為iOS買的話 價格貴太多太多了 建議你再怎樣也要用模擬器去買 或者是用Android手機也可以 這樣去買會比較便宜 那這次裡面呢 他還會給你一個死亡騎士的魔寶 抽好不好 這邊 真的是一般一樣是11抽 那這邊的話 然後給你一些兩款藍鑽 還有純白萬能藥補給箱一個 那純白萬能藥補給箱呢 就是給你五個純白萬能藥 好 然後這個一般喔 我們看一下這一般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 他是直接有機會抽到白色 藍色 紅色 沒有綠色喔 白藍紅 這個比較不一樣 是沒有綠色的 那麼其他的說明呢 這個大家再自己去看一下吧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一個禮拜的 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一個禮拜六月十七號 台版的這個更新資訊 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覺得不錯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我是小便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